只要一句指令就可以生成一部完整的电影大片 不需要自己写脚本划分镜剪辑 AI全自动画帮你完成 是不是听起来非常牛 现在呢就有一款这样的产品 将会彻底改变电影制作行业 让任何一个没有基础的纯小白用户 都可以制作属于自己的AI大片 并且还可以大幅度降低动画 动漫解说这些热门赛道视频的制作成本 那么这款产品到底是什么 怎么用 效果到底怎么样 木子一个视频为你把每个细节都讲清楚 感兴趣的话那就一起看下去吧 首先我这次介绍的产品叫做LTX Studio 我先给大家看一个大神使用这款产品制作的AI影片 这样的一段视频啊大约用15到20分钟我们就可以完成 包括构思故事 生成不同的图像及视频 选择配音和音乐等等等等 完全不需要你自己剪辑 都是由AI完成的 那我把整个过程呢分为了五步 接下来我也会逐一讲解 第一步写脚本 首先这是LTX Studio的主页 在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种写脚本的方式 第一种用Prompt生成脚本 也就是你可以给它一个简单的故事idea 一句话或几句话都可以 然后AI会根据这个idea去扩写为一个完整的故事 如果你想不好写什么故事呢 下面也有一些灵感可以给你参考 我试了一下这里的Prompt除了用英文以外 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都可以 但是呢它生成的故事啊默认都还是英文的版本 暂时没有其他的语言 第二种方式就是把文本全部复制过来 或者是上传你的TXT文件 这个啊比较适合你已经自己写了一个脚本 想要直接使用它 那我比较难我就直接用Prompt生成了 比如我想做一个关于霸道总裁和普通女生的爱情故事 OK 第二步配置视频 刚才我们输入Prompt后就会进入这样一个视频配置的弹窗 这里有很多配置项 有一点小复杂一定要仔细听哦 首先是项目的名称 视频的比例 那如果是YouTube视频建议是16比9 但如果想做TikTok或小红书上的短视频 建议用9比16 然后是视频的风格 它这里列举了非常多的风格 包括大片风动画风等等等等 整体来说呢这个大片风的效果是最好的 当然但是你想做比如漫画解说这类的视频 你也可以去选择动画风 下面是风格参考 比如你有想要生成的特定风格 就可以上传一张参考图到这里 然后是对风格的配置 比如参考的力度 一些特定的要求等等 右边这里是根据我们的Prompt生成的故事概要 你可以看看和自己的预期是否一致 如果不一致也可以点击右上角这里的Rewrite重新写一个 然后就是LTX Studio非常有特色的角色一致性功能了 根据之前的故事呢它生成了两个主角形象 他们就是这个视频的男女主角 而生成这个角色的作用就是可以保障整个视频中 这个男女主角的形象不会产生变化 如果对形象不满意呢也可以重新生成 你可以调整角色的具体参数 比如名字年龄形象服装甚至是对应的配音等 然后还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功能 就是我们可以对这个形象进行脸部替换 比如我想做一部以我为女主角的电影 那就可以点击这里的face switch 上传我自己的图片 应用后可以看到这个脸就是我自己了 哈哈是不是很有趣 那如果说不需要这个角色呢也可以恢复 第三步调整电影场景及分镜 好确保所有的配置项都符合你自己的需求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生成了 大约30秒内就能生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你所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由AI自动生成的 包括它的场景 分镜 文案 配音等等 是不是很牛 真的是太神奇了 然后我们看下面自动生成的这个故事线 首先啊每个横栏是一个场景 在这边会有关于这个场景的描述 下方呢有关于场景的配置 包括地点光线天气等等 那到底什么是电影的场景呢 一般啊每个场景代表一个具体的情节 使观众呢能够清晰的理解故事的发展 比如我想要讲一对恋人相爱的故事 那么包括相遇相知 出现矛盾解决矛盾 最终确立关系 每一个环节都是一个场景 他们呢都会推动故事的发展 然后在右边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画面 这就是分镜 每个场景呢会包含多个分镜 这些分镜共同叙述一个完整的情节 例如为了描述男女主人公在咖啡店相遇的场景 那可能就要有关于咖啡馆的空镜 男女主角分别在做自己的事情 以及他们相遇的不同的镜头 一般为了画面更丰富一些呢 我们还会使用近景远景中景特写等等不同的景别 在LTX Studio这里呢 它也有关于分镜的配置 例如是什么景别以及这个画面的prompt AI会根据你的prompt生成对应的画面 如果你想要画面中出现指定的角色 也可以在这里add角色的名字 当你对这个静态的画面满意以后 就可以点这里生成视频 这样呢我们就实现了对图片的动态化 让它像真正的电影一样 而不是简单的把图片放在一起 像PPT一样去轮播了 给大家看一下我根据这张图生成的视频 那针对这个视频呢 我们也有相关的配置项可以调整 点击这个Shot Editor 还有很多更高级的设置 包括镜头的移动方式 这个分镜的时长等等 那当你检查过所有的分镜图片 并且都觉得非常满意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逐个把它们生成视频 第四部调整电影配乐及配音 那在电影场景中除了视觉以外呢 听觉效果也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关于这方面LTX Studio也提供了 非常详细的配置功能 首先是这个Soundtrack 指的是视频的配乐 它会根据你的故事默认生成一些关键词 然后提供一个配乐 当然如果你有自己的偏好 或者是版权的考虑 也可以上传自己的配乐文件 不过我试下来 这个默认配乐的音量有点高 那如果说你在视频中 还要添加人物旁白的话 可能就会导致这个旁白听不清 所以如果你使用这个配乐 更适合去制作一些无旁白的视频 然后是人物的旁白选项 那我们根据不同的角色 可以分别选择不同的配音 这里有很多不同的音色 根据你的偏爱选择即可 最后在分镜的下方 我们可以添加音效 但我认为这个交互 它们还是有待优化的 现阶段是我自己输入一些关键词 然后它去库里搜索 但是我并不知道有哪些关键词 我在填写的时候就特别懵 不知道该打什么 也不确定能不能真正搜的出来 如果说它可以给我一个音效库 让我从里面去选择 那我觉得是更好的 第五步导出视频 好完成所有配置后 我们就可以导出这个视频了 这里有三个格式共选择 第一个格式 Pitch Deck就是会导出一个PDF文件 这个比较适合用来做提案或展示 它会根据模板自动填充好所有内容 包括故事是什么 有哪些角色和场景等 非常方便 那第二个格式呢 是可以支持视频编辑的 导出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PR或者是达芬奇里面做二次编辑 第三个就是直接导出MP4格式的成片了 最后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使用LTX Studio生成的视频 我建议大家呢 可以打开你的备忘录或者是笔记本 在看的同时记录下 你认为这个视频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然后和我的对象 看看我们的想法是不是一致 Hey, I'm Rebecca I never expected to meet someone like Alexander Let alone fall for him He's a CEO And I'm just a waitress But when we're together None of that seems to matter Our connection feels real, you know Sure, there are doubts and challenges But we've decided to embrace what we have Love has a funny way of breaking down barriers And I guess that's exactly what it's doing for us 首先我认为眼神是最大的问题 演员的核心是眼神表情和动作 而不得不说AI生成的人物 还是缺乏了这方面的灵魂 像这个爱情电影 男女主角应该是深情对望 但是我看过来总感觉两个人是死于眼 其次就是虽然画面是动起来了 但是所有的声音还是以旁白的形式出现 没有人物的对话 没有嘴形的驱动 整个互动感也比较弱 第三就是现在的视频节奏显得有点局促 配音和画面的配合度非常低 尤其是在部分没有配音的地方 这个画面就会显得有那么一点点突兀 然后和大家说明一下 LTX Studio现阶段还没有对公众完全的开放 如果你要使用的话 需要先加入waitlist 不过现在整个申请通过的速度 应该是有加快的 我建议大家抓紧去申请 毕竟你早申请就可以早享受 那关于付费模式的话 免费用户每个月可以生成一个小时的视频 付费用户可以生成更长的视频 最后我想分享一下自己使用LTX Studio的一些真实感受 整体来说 我认为LTX Studio可以做到自动写脚本 划分镜 生成一致性的人物 以及一键生成视频和配音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特色 整体产品的出发点和逻辑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可能也碍于AI技术的发展限制 生成的视频细节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粗糙 默认生成的视频和真正的电影大片 还是有那么一些距离的 仍然需要后期进行二次编辑 不过我相信以AI现在这么快速的发展速度 想要实现全自动化的AI电影应该也不远了